小贝尔你怎么和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 你赶快下来 我要进去 外面有一个伸头的僵尸 他要吃了我 我好害怕呀 小贝尔你想要进来也不是不可以 你看到下面的这些小花的拼图上吗 只要你把这些小花的拼图给我拼好了 我就能够让你进来 好小贝尔你要记得你要说话散话呀 现在我就拼这个小花的拼图 我要拼这个最大的红色 然后再拼这个黄色 还有这个蓝色 小贝尔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和我抢 唯独我的爸爸妈妈你不能和我抢 他们是我的 我一定要抢回来 现在我就拼这个绿色的 还有最后一块橘色的 我就能够拼好了 哎哎怎么回事 我的那个橘色的小花拼图怎么没有了呢 啊没有了拼图三种都怪物会把我吃掉的 小贝尔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好心 会让我把拼图给拼好的 你就是故意的 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小花的拼图给他拼好 我要去找一找 好哦好哦我每天都好哦 哎大鱼大鱼 你嘴里把那个橘色的小花拼图 是我的你可以把它还给我吗 不还不还就不还 这个是我捡到的 我才不会还给你呢 大鱼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你把它还给我吗 你快看小贝尔抢走了我的爸爸妈妈 只有我把拼图给拼好了 我才能和我的爸爸妈妈谈缘呀 彩白鞋看着你也实在是太可憐吧 那好吧 想到我把小花的拼图还给你 也不是不可以 看到这个地方的红色能量了吗 只要你送给我多的红色能量 我就把小花的拼图还给你 可是大鱼什么是红色能量 我也不知道呀 彩白鞋既然你不知道 那我就回家咯 哎大鱼你等一下等一下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红色能量是什么吗 你们可不可以给我点亮这个红色能量 送给大鱼 让他把我的小花拼图还给我呀 对呀对呀 小朋友们 这些拼图实在是太可怜了 你们赶快送这个红色能量送给他好不好 好吧好吧 既然有这么多的红色能量 我就把他